好,回到這一集的《香港人家書》 有廣傳媒的何林茂老總和MHKTV的老偶 和大家一起做節目 老總,怎麼樣? 是的,老總 走了之後,現在的油價多高? 哦,在BC大溫曾經去到2.33元 近日又跌下一點,2.1元 都是向著高位,不是高高猛進 但是是忽高忽低 有人擔心,數價去到2.5元 有時以來是最高的了,會擔心 哇,這樣搞法,就是迫著大家要坐sky train和巴士 踩單車 是的,或者租過217高scooter走來走去賣菜 是的 這個油價高漲就是和加拿大的通脹息 跟美國一樣 就是不斷攀高有關 所以6月份那時候要減息 已經是肯定的了 現在買樓的人就 特別新上車盤那些就很煩氣了 因為買樓的息口一升 就是每月的負擔真是很大件事 是的 現在雖然雖然屋租出去的行程偏好 但是很多管理公司都很擔心幫客戶收不到租 或者會難被涌出一堆租壩 就是怕你去到三四千元一個月 就是租一個公司在丹丹附近 或者是近這些Keslano UBC的地方 喂,你租了給別人,別人有租交才行 一個不小心,就是完全是租壩來的 那你就真的站在那裡了 加拿大的法律都是在租出之前就保護業主 租了之後就以保護租客為主 這是一個密事,大家一定要知道的知識 否則你有屋出租就可能有煩飯 你現在不知道 你現在租了出去,要選租客你有權選 選錯了租客你就自作自受 是的 所以如果大家仍然在香港 有物業在溫哥華也好 你選擇這些管理公司 你一定要跟他清楚 選別人,不要為了客戶 只是要他承認你可以給這個屋租 但是到最後他收不到的 交不到租金出來 那你之後的事情就很煩氣 你趕極他都趕不走的 是啊 但是香港政府現在在想 為什麼趕走Telegram 因為說他起底 起底,是觸犯這個 就是要修例,當然 觸犯刑法 將一些人的私隱 個人資料 在網上大公開 全世界都知道 其實Telegram本身 就正如 跟Facebook也好 跟其他Instagram也好 WhatsApp WhatsApp Twitter也好 Wheechat 微信 都有防止別人起底 或者是對於一些私隱的 一些所謂community guidelines 為什麼特別要讀這個Telegram呢 其實在2014年 在香港的一連串的那時候 佔領中環的行動開始 很多社運的人士都習慣著用這個Telegram 就是去通一些消息 因為為什麼呢 大家去到2019年 大家都聽過 有一種社交的 communication的程式 叫做Signal 那當時的Telegram 就是 如果我沒有搞錯 大家也知道我不是一些科技的尖端分子 如果我沒有搞錯 Telegram當時是一個很生命的一個 function 就是說 某一些的Message 在幾多個分鐘 或者幾多日 或者幾多個小時之後 就會自動刪除 變成殺人不流行 通訊也沒有痕跡 這樣就很多參與社運的人士 就是落於用這個東西 到了2019年 Telegram更加是一個很普及 參與這個雨傘運動的人士 用的一個做法 之後就冒起了這個Signal 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五花八門的通訊的程式 在這個坊間裡面會有 我可以告訴大家 為什麼它這麼針對這個Telegram呢? 你說WhatsApp沒有人傳一些起底的訊息嗎? WeChat沒有傳一些起底的訊息嗎? Instagram或者Twitter沒有這些東西嗎? 甚至Facebook Messenger沒有嗎? 個個都有 甚至飛甲傳書 月餅裡面傳這些 潔江起義 中秋起義的訊息 都會有 但是為什麼它針對這個Telegram呢? 老總 我容許我笑一下地區政府那些人 根本就是一群的 old seafood 如時並不邁進 是吧? 那些資訊、認知 或者某些人認為 其實仍然停留在一些 上個年代之前的情況裡面 當然 誰響了一個朵 那些人聽聽議員目染 啊!Teddygr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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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就是一個 大家都深切知道 他曾經在雨傘運動 或者在佔領中環行動 那些地方裡面 曾經扮演一個重要 各式的這個 通訊的這個程式 就找他們來搞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認為 純粹是一群建制老人家 對科技的update式調貼 然後找一些過了氣 或者現在沒有什麼人用 Teddygram程式 說得比較壞 很多這些用戶 現在都變成了一些援交啊 找女人啊 叫雞啊 一種的這個程式來的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起底呢? 到處都有 樣樣都有 你打殘一個Teddygram 又有千千萬萬的 不同的這些 communication 的形式 但是你這樣去做 就對香港整體的 這個資訊自由的這個pillar 又再拿一把虎頭來斬爛它 那麼香港如何成為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呢? 老總你說是不是? 是啊 你這樣把社交媒體這樣去催殘 如果你真的通過法來 禁了Teddygram 或者禁了Telegram 進去建其中一個頻道 有N個頻道 那麼它在別處可以翻山 另外Telegram 如果是變成了你針對的目標 也都會有其他社交媒體 因為又興起 問題呢 你不可能作個社交媒體 你都去針對的嘛 那麼你不如封網啊 用什麼這麼辛苦? 針對某一個全部封上網 好像大陸那樣 只是准Vchat走 是不是要走到這樣呢? 老鵝你說 你講我就知道 大陸為什麼Vchat要走這個 就是中共可以放心給它 去用這些 不是Vchat就是這個的微信 因為背後會有龐大的維穩費 而那些維穩費 就是網警 就是會監視你們出什麼東西 你君不見 很多的人被人封帳封戶 封這些言論 兩者就被人下架 但是當然 在西方民主國家裡面 甚至是這份Telegram 是俄羅斯人 就是研發出來的 都不會用這麼愚蠢的 請這麼多的人 也都沒有這樣的資本資源 可以找人力物力 錢財 去監察每一個用戶的這些言論 如果你要我們用Vchat 大概 你猜Vchat裡面 不一樣沒有起底的東西嗎? 只不過是起底 是不是中共認可 還是中共針對的意思呢? 是不是這樣說呢? 就是 適合你那些 或者你起底還是起臉 他都放過 不適合他那些 你起臉 他都要抓住你 何況你起底 就是 變了欲加之罪 又是有 就是選擇性執法 對嗎? 但是 你這樣去做 就是好像我這樣說 就是 現在 那些英美 就是八國聯軍後裔 那些什麼 英德美法蘇 或者 意大利 奧地利 不知道什麼國家的人 現在都想著 拔插蘇 執憑你 打包模 回頭 都不來了 你還做這些傻事 是不是怕死留下那些 老惡 紅毛鬼 法蘭西 每個人都決定 真的要來港 香港沒有了鬼佬 就不是國際城市 那你就變成了一個 中國的其中的一個省市 那是不是想這樣去搞法呢? 就是想這條路的那個人出來 說真的 起底的 我們自然有法律的程序 會制裁他 譬如我起你何良茂先生的底 又說你身高多少 身體裏面的特徵是多少 做過什麼的事情 就是太太是多少 你自然可以去報警 你自然就可以有法律的行動去抓人 然後你可以有任何的訴訟 誹謗 侵犯他人 因為你說到你的法制這麼健全的時候 這些事情是齊全的 你被人侵犯私隱的人 可以有一些法律的行動 報警去幫到你忙 去做這些事情 而不是禁了這個頻道 好了 如果真的被你禁了 我起你底 我通街貼這一局的大字報 不就一樣會對這些人 被人干犯私隱 做到這些傷害 那你又 難道將所有的登署去斬掉他嗎? 是啊 現在就取消了所有登署 因為你被人貼了 去尋人 去貼了一些人的陰資 其實說真的 我們現行的法律 我經常講一句說話 老老我你都很熟 網上不是法外之地 網上要守的法和網下的是一模一樣 第二 如果你有起底 或者對於別人的聲譽 或者是發佈不實的訊息造成傷害 有誹謗法 現在有被誹謗法 有隱私法 或者是失實陳述 有很多法律 網上很多法律去治 用不需要弄得整個網封了 就是把那盆污髒水 和那盆裡面的嬰兒一起倒掉呢 那現在的私隱專員 就曾經咨詢 或者要求Telegram 將這些顯示別人 陰屍的行動去刪除 當然Telegram 之前就可能慢了你 或者是採他的四婆 但是Telegram的回覆 也有 將這些揭人陰屍 也犯了他的community guideline 這些情況的channel 刪除了他 只不過是野草吹不盡 春風吹有新 就正如你們那些人 喜歡那些五毛、小粉紅 這頭禁止你 那頭跟著你就在你 廣傳媒的youtube channel 不停去留言 說我們樣子衰、眼細、鼻大 只是同一個Token 有它存在 這些病毒永遠都會和它共存的 那個問題是 其實我覺得這些是私隱專員 公布私仇 第一 曾經它的reputation不好 我做這件事 就做中共表忠 那些抗爭者 喜歡用的channel 我減掉它 那些社交平台 我不會再讓它在香港裡面出現 那就是做這一場的大龍鳳出來 就是以示它 就是精中日月 那麽意思呢 我覺得 但是在香港這種社會來說 我就覺得十分之不合理的 也都是很粗暴的 對於言論自由也好 表達自由也好 以至對於互聯網的生態來說 一直都在說網上不是無法律的地方 有很多案例網上犯法 一樣用網下的法律 是全部都可以追到的 那這方面我覺得 私隱專員就是無事那事做 也都可以說 要證明要拆存在感 自己很重要 或者是你剛才說 向北京表忠 但是看到香港的那些官員 就十分之無聊 因為你說起底 怎麽輪到Telegram 更多其他社交媒體 起底 可能你根本就沒看過 沒錯 根本就是千花五花八門 好像他們那些大陸佬經常說 五光十色 就是樣樣都有 是不是 你是不是所有這些社交媒體 都要剷掉它 閹掉它 禁掉它 那不如禁網 是不是 但是禁網 你看看 中國禁網這麽多年 是不是 自然有些VPN 翻牆到海外裏面 照擁 那些大陸五毛 不知道怎麽會 用Youtube 或者用VPN的方法 走出去網外 去參與這個玩法 所以根本就是多餘 亦都反映到 整個國家民族 這個土共政府 全部都異常脆弱 毫無自信 就是這樣東西都失去方寸 根本就是 各種都要封 要打 要控制 就好像我們上集那麽說 一班控制 是吧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這麽多喜歡控制 就沒有了自由 沒有了自由的情況之下 就在香港 極度自由開放的土地上 就沒有辦法了 再可以在這個世界排名裏面 做到一些好的成績 被新加坡取代 甚至無分分鐘 被馬拉 台灣 這些不同 越南 越南 就是過來取代你 你自己自己 那誰能幫得到你 對不對 啊 據我這些 就是非正式的 時事評論人所說 操控狂都是一種精神病 是啊 絕對是 真的 我覺得 香港政府的官員 去到現在這樣的兇顛狀態 就是將自己的政府 變成了封人院的一個制度的一部分 沒錯 那麼這個封人院 就越玩越大 甚至無玩到這個立法會大樓 擴建有多少4億 又是橡皮圖章拍板通過 公務員的家人工 也都是 就是 要多少 要多少 那就是 好像我們之前也有個比喻 這一間公司已經在虧錢了 賺不到錢了 所有得獎的情況之下 又是拿不到 是不是 大家在這個行業裡面 就沒有了 recognition 仍然 不懂得折留 是不是 不停在這裡開園 你真是死過了 你真是 那 就是這些私隱專員 或者香港很多的狗官 想這些東西 真的 我覺得 說得多 我們自己都 都口臭了 一來口臭二來 覺得自己的智商都開始 持續地下降 是啊 一群受過這麼多的教育 英國人奶水灌輸長大的 一群既得利益者 在社會裡面如取如軌 拿了最好的這些好處 竟然不是幫市民去謀福祉 而是運用他們的這些 professionalism 知識 各方面的事情 做了這麼愚蠢的 就是規範人民的這些策略 這群人應該要全部去地獄 給火燒的 唉 總之說起來 真是很高興的 真是 都不高興 每年我們在香港搞維園六四 維園燭光集會 以至到在六四之前 對於1989年六四事件的一些 示威抗議 現在支聯會解散了 去年 然後呢 支聯會的壓頭 捉死去鑑 狼當入獄 是 有你沒有你都被人捉了 現在支聯會的主席 副主席 前主席 全部都在香港 香港懲教機關 藏著最多這些支聯會的壓頭 現在 今年六四三十三週年 看來香港都是靜國深水潛艇 是 因為維園裡面的運動場 已經不租給別人搞一些活動 開了聲 民主派的人士或者支聯會 就像你這樣說 大家已經是無自由 我失自由 即是被人困住了 也有國安法的大前提 即是竟然連天主教的教區也公佈了 今年六四 這麼多年搞的追思黎薩悼念亡者 今年都不搞了 也都很坦然地去說 就是怕國安法 堂堂這個周守仁的新任的港區主教 竟然是這麼賓州 我作為一個教友 我始於之為午 說真的 這麼多年下來 甚至沒有這麼親建制的湯漢 都夠膽搞 而去年仍然已經開放了國安法一年 今年這個周守仁 竟然是不敢搞追思黎薩 追思有什麼罪? 有什麼問題? 是呀 即是六四又有人死 七一又有人死 什麼文川 不知道 十二幾又有人死 連都有人死 我們整個黎薩 悼念中國裏面的 所有非自然死亡的人 即是希望他們可以有所以歸 有什麼問題? 你做主教你做這麼垃圾的 這麼沒膽的 即是你告訴我 即是以後搞作也有罪了 沒錯 那麼周守仁 我不知道他的契弟 是不是講完數之前 就是 不讓阿湯 這個 其他那個 一時之間 說不出 他那個名字叫什麼名字? 又是四眼 因為老人之外 那個也是 持有會 一直以來都很堅持 就是行程日軍路線 那位的主教 就給了他上去 給了他上去 那是不是講到明了 你不可以追思六四 我才讓你做香港港區的主教 即是梵蒂江 是否就是 為何要找這麼奔舟 這麼沒膽匪女的人 去做主教 我作為一個教育 我是很生氣的 你還讓我說髒話 爆髒話 我真的覺得 夏至誠神父 這個 是不是 就是為什麼 會不讓我們去做這個 追思梨撒 我真的覺得是很不應該的事情 這些是很小的事情 完全 任何宗教都可以做的 是嗎 你 佛教可以做超道的 是嗎 沒錯 所以 就是有宗教 有時候 我都擔心 就是香港 那個教區 即是你這個教區 是行一些 亂共政策 是吧 自己又去怕死 我搞又怎樣 你真的抓人兼封艇 是吧 你是不是就是封我的教堂 將我們在這裏參與梨撒 追思梨撒的教友 全部都收拾 是吧 就是將那個主題 沒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那個司徒 是否抓了他 是吧 你害怕什麼 是吧 就是開台梨撒都好 你看一下大家的賭保大 我們現在是搞這個 梨撒宗教的追思 你現在在香港 說明基本法 是容許這個宗教自由 我現在要悼念亡者 你是不是不給 是吧 你敢搞啊 你看一下 你習近平那個神囊 是不是癢得 癢得出血 我看看你敢不敢做 你連這樣也不給 換句話說 這個strict down 自我審查 梨撒宗教的那個乾弟廢柴 Francis 也是沒有用的 沒有膽匪女 親共的這個主教 不是也是這樣 教宗也是這樣 整班人和魔鬼在這裏妥協 和魔鬼在這裏打交道 和魔鬼在這裏做交易 哪有這樣的目者 你告訴我 這個就是沒有守住正道 凡是正道 你去搞唐彌薩 追思 其實都是很微不足道 我覺得很起碼 很起碼作為一種表示 那些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失去了生命 都不講任何什麼政見 只不過我們在宗教角度 對他們有一個追懷 就這麼簡單 沒錯 更加不要說 那些什麼基督教 什麼長老會 道教 佛教 一班垃圾 再加上聖功會 酒狗 這班的彈散鞍窗 這班的彈散鞍窗 亨都不亨一聲 大家看起來 就看天主教守得多久 天主教也守不了 選那些垃圾 用一個講句粗口 這樣的木棍 對著公義的時後 竟然回復 耶穌上去 被魔鬼試探的時候 一句踢他老母 就下山崖 是不是 你們竟然面對魔鬼的時候 竟然是回復 中途門 全部死就死 倒吊十字架 斬頭給火燒 比比皆蝕 因為叫做宣揚正道 但是你作為這個所謂的牧者 竟然是連悼念王者的一台尼莎 都不夠膽做 從梵蒂江到每一個教區的這些 頂你的肺 這些神父母者 全部都是肉酸 就是此欲為悟 是 我覺得沒有辦法 從這個宗教和道德層面 作以身作則 是一件令人十分之不開心的事 因為 事情本身已經不開心 現在就不開心 再加不開心 我覺得 能夠做的 是表達了一種態度 宗教現在是一種最溫和的方法 但是溫和 溫柔是有力量的 當你連溫和和溫柔都失去的時候 就是放棄了你的最低的道德標準 我覺得這次非要拿出來講不可 是啊 因為很令我失望 我作為一個教友 也很難以為基督的追隨者 現在基督的大無謂精神 基督勇於犧牲的精神 面對邪惡 不怕勇往直前的事情 直跡其非 維護真理道路生命的事情 為什麼這些所謂的 每天都在一個教堂裡面 裝了什麼 講彌撒 講道理 原來自己根本就是一個 怕死在鵪春的死賓州 你想想那種人 你叫那些教堂的教友 再聽你說的道理 是不是之後要我送些什麼的東西 你自己都以身作則不到 所以影響到我們去傳導 去向別人 勸別人向善 是有很重要的 客觀上的不良效果 所以 我們就表態了 看看教區裡面 或者其他宗教裡面 做一些基本的良心的表現 絕對不為過 神父不再給我令性看 我這樣吵咬他們 我們不要講這麼粗俗的 我們講一下加拿大 現在最近 我們疫情開始重啟經濟 都不夠兩個月 加拿大人開始發覺 油價又狂升 本來想說去跨州過省 就在本郭做一些自由行 油價升到去 哇!2個3、2個4 上級2個4 那就去遠一點 出局 誰知道機票呢? 嘩! 漲到媽媽不認得 真是遠近街不移 我有一個提議 在這個時間出來 我又叫我契仔的父親 就是他有個身體力痕 大家都知道我契仔的父親 最喜歡 就像我們香港的肺腦藍絲一樣 一有時間就深圳北上 而他一有時間就假期 他就南下到美國 我們大家 一於勇往直前 跨境 去美國 入油 哈哈! 哪裏都不用去 只是去美國入油 Daniel 他聽過之後 經常說 他買了幾盆雞蛋回來 沒錯 尤其是我們住得這麼近西雅圖 然後我們去Burlingham 入油 不用去到西雅圖 去Burlingham 是的 就是 在邊界和西雅圖中間 靠著加拿大的地方 已經有很多便宜 沒錯 添加很多便宜的 就是 菜也好 雞蛋也好 這樣就 一於去美國消費 鎮影美國的經濟 變成美加油 那就叫美加油了 當然了 喂 又可以去外國 又可以有便宜的東西 你讀老多 你搞個國家這樣 我們去投向美國的懷抱 是很緊的 說真的 對不對 回來要靠你組織 我們加油團 加油團 不是 救蛋團 沒錯 你做加油團團長 我做混蛋團的副團長 沒錯 我是混蛋副團長 現在我老朋友給我一個啟示 剛剛這個Victoria Day 他又開車到美國 那我想想想 剛剛過去的星期一 是啊 剛剛過去的星期一 那我就想想 為什麼這傢伙又要再去美國 是不是 現在你剛剛說的一個新聞 我覺得他做的做法 非常之正當 他的做法非常有前瞻性 也都帶旺量 就是美國的經濟之餘 也都滿足大家周遊列國的欲望 是吧 開車到美國 是啊 多開心 你總之唱片 一個行情就多項東能 是不是 是 又可以快速一點過去 是 但是你 可不可以每週都去嗎 每週都去 每週都很累 每週都去 我想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老總 你可以早上一早過去 享受 就是從日出的時候 看著太陽 從加拿大一直追下去美國 OK 你又可以過去吃那些 嘩 那些的Pancake 你一吃的時候 你看看旁邊的美國人 每個人都像一座山一樣 那個大腿 就是一個垃圾桶那麼粗 是吧 你感覺到加拿大多貧窮 那些人多瘦弱 是吧 那你跟著可以有一次 下午又過去 又去吃午餐 又或者晚上又過去 是吧 24個小時裡面的不同的時分 到美國 領會加美之間的邊境的不同的景致 是不是有數呢 真的 哇 有辦法 又可以試一下跟這個省進去 又可以試一下跟旁邊的省進去 啊 接著就跨省兼跨國游 省和國都游了 哇 這個暑假就會十分之豐滿 我們的旅遊感受 沒錯 你可以即日來回也行 是吧 星期五晚上下去 星期一早上回來也行 你可以住一下美國那些不同的 Hotel Motel 這樣的情況 是吧 是吧 可以看看加美之間不同的地方 是吧 美國那些人吃到人像 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理解一下 為什麼美國的資源這麼豐富 為什麼加拿大的資源這麼貧乏 人家可以吃到這麼肥 我們每個人都這麼瘦 就是有點奇怪 是吧 可以了解人類品種 和人類在地球上的動物 為什麼隔了一條的邊境 說的是幾十幾km的距離 人種的變化這麼大 這是一個很值得大家參與的學問 現在 你好像去了旅行社 做事啊 哈哈 突然間為什麼不見了一個 我沒有收過百頓錢 我沒有幫美國去宣傳任何事情 我只不過是從我這個契仔 老爸的私人行為裡面 領悟得來 為什麼這麼多加拿大人喜歡下去 有些加拿大人住 真的喜歡晚上吃飽飯 就游車上去 過一過的邊境 趁沒什麼車 就開回來 就很舒服 日本有的 又很開心 你有沒有這樣的做法 我沒有啊 因為我要跟你做節目 哈哈哈哈 那段時間 黃金時間 跟你要開始扭字 現在這樣 我怎麼可以走開呢 是吧 你難道叫我打算機 現在是現場接播 這個Burlington有什麼油站 我做不到啊 大哥 說笑話說了這麼久了 那怎麼搞呢 人能源這麼貴 那些航空公司 Air Canada 真的不得你死的 是不是這樣說 不過這樣 其實 飛機呢 駕駛遠程機呢 就沒得賺的 Domestic的頻繁呢 就賺多些 那就是雖然油價貴了 我不知道這些的 加拿大的 Domestic的航空公司 會不會啊 減價促銷 就是令到 他的機票的那個 那個occupancy 會高了 就是令到他賺到錢呢 我猜到那些年航呢 就應該有些 有些稅位賺的 是 你把飛機一滿就有錢賺的了 是啊 因為你開車呢 第一 就是要自己 可能要輪流開 辛苦 但是你聯網 可能跨省 或者是跨市 嗯 嗯 就算跨省 那個省和兩個市 都不會 你開車可能要開半天 你聯網可能兩個小時之內 就已經到了 嗯 我覺得 反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益了一些短途的聯網公司 就應該有稅位賺 因為 你既然這麼短的距離 第一行李 你不用記創 一定不會人外收費 是啊 那你有記創人 你就給錢了 就是很簡單的 我覺得短途的 應該問題不算大大 如果有些在航空公司做的網友 就是跟正我這個看法 因為我知道 長途機 這些的航空公司 就叫苦連天 反而短途到Mastic 那些 兩三個小時的飛機 它就落於 就是賺到盆滿盆滿 均不見我們在香港裡面 其實港龍賺錢是很勁抽的 因為它所有 就是佔據香港和大陸裡面的 一些Domestic的航班 你想想 我飛去烏魯木齊 我飛去北京 我飛去這一個的上海 都是在兩至五個小時內 四個多小時內的這些的旅程 在這樣的旅程裡面 只要你爆滿 是賺錢賺到九彩的 沒錯 我們講的現象 給大家知道 就是現在的油價 是令到加勒大人 就是真的坐立不安 坐在這裏又洩水通脹 駕駛車又洩油價 然後坐飛機又貴到無論機票 你回香港的機票 聽說也挺貴的 回香港機票的貴 已經預算了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 因為香港 就玩一個叫做熔斷機制 熔斷機制 我相信我們錄影這一天 剛剛交行 就應該自解封 因為早幾天 就發現有五個在加拿大 溫哥華 坐飛機回香港 驗了這個Omicron的變種病毒 那麼 根據這個融轉機制 就馬上要cancel七天 那麼 現在應該自己剛剛解封 國泰又輪流這樣來搞 直航機回來溫哥華 我也很問水 就算有 大家也要搶崩頭 搶了崩頭 拿了一張飛 你又擔心一會兒 你又擔心一會兒 到你要起飛的時候 又溶斷 又溶斷 你就站在那裡了 所以我也要選一些 飛去不同的省市 譬如去仁川機場 成田機場 然後再轉機回來加拿大 但是 間接一點 老友 我不是年輕的 老總 腰骨都痛 告訴你 坐到屁股都痛 屁股都痛 下次回來的時候 我想我還是要搭20個小時 至18個小時 在這個範疇裡面 老總 不要緊 再多幾本書看 我們今天的時間 差不多講到這裡 好 老總 我記得了 一收線 馬上叫蘇夫人 跟著就是開車去美國 入油了 知道嗎 好 收到 多謝你這麼高見 一二驚醒目中人 不過記得 看一看大家 subscribe MHKTV 和廣傳媒 分享 like and comment 下次再見 拜拜